吸血鬼,你不要过来,你如果敢伤害我,等三哥回来了,不会放过你的 等唐三回来,你已经凉凉了,我今天就要尝尝十万年的兔子红色饮料是什么味道 你快点走开,你不要过来 酸酸甜甜味道好,吃饱了回家睡觉觉,臭兔子的魂骨就留给我亲爱的弟弟吧 吸血鬼,你给我站住,你居然敢欺负我的小五妹妹,你是不把五魂殿和我比比东放在眼里啊 什么,你妹妹,小五什么时候变成你妹妹了 关你屁事,我说她是我妹妹,她就是我妹妹,我的妹妹只能被我欺负,不能被别人欺负 你欺负她,就等于再欺负我 你唧里呱啦,说的什么一句没听懂,不服气就来切磋一下吧 来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菜狗能量兮兮兮 谁不会啊,我的狗将军比你的菜狗更胜一筹 是谁送给你这么多狗头,这不公平 哥哥,我来帮你了,这个比比东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可能是喜欢小五的人给比比东送的狗头 你不要管我,你先去把臭兔子的魂骨吸收来 好的哥哥,你先撑一会儿 得到了十万年的魂骨,我就要上天了 你敢碰小五,我蓝色妖姬现在就让你上天 蓝色妖姬太难缠了,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肚子疼,我要回家上厕所 我们后会有期 还好我蓝色妖姬到的吉时 救下了小五,我可真棒 大家好,我唐三从海参岛回来了 好久没有见到小五了 我去小五家看看他在干什么 咦,不在这里 小五,三哥回来了,你在哪里啊 这里也没有 奇怪,小五去哪了,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家啊 是谁让小五受了这么重的伤,都流血了 我走的时候你们不是答应过我会好好保护小五吗 怎么让他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们为什么不用狗头能量帮助他保护他呢 让他一个人去战斗,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你们是不是已经不喜欢小五了,所以才不管他 喜欢的就抠一告诉我,不喜欢的请滑走 如果你们喜欢他心疼他,就请发点狗头为他疗伤吧 伤害过小五的人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喜欢小五并且帮助过小五的朋友们 你们是我唐三一辈子的好兄弟,我会永远保护你们的 唐三变成怪物了 快看看,这个巨人是唐三 我不是怪物,我只是被人陷害 巨人要发怒了,快跑呀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呢,我真的是被人害了 咦,好奇怪呀,怎么有一群人从公园里尖叫着跑出来 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天,这不是唐三爸爸吗 唐三爸爸,你怎么变成巨人了 小巫童,我被千人选害了,你快点去找小五妈妈,看看她有没有办法救我 唐三爸爸,我现在就去找小五妈妈 小巫童,你怎么来了,妈妈在上班呢 小五妈妈,唐三爸爸出事了,她变成了一个巨人怪物 在公园里吓跑了很多人 三哥现在需要我们,我们去救她 三哥,你怎么样了,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 都是千人选,我今天在公园散步遇到了她 三哥,你就这么喜欢那只臭兔子吗 我有哪一点比不上她 小五温柔美丽可爱大方,她是我最爱的人 难道我不温柔不美丽不可爱不大方吗 我也可以呀 千人选,我们真的不合适,请不要再纠缠我了 好吧,既然你这么绝情,就别怪我了 因为我拒绝了她,她就对我施了黑魔法 三哥,我想到一个可以让你恢复的办法 我们用狗头丢她,可以让她的黑魔法失效 这样你就可以恢复了 可是大家都说我是怪物,会有人愿意帮我吗 你守护了樱花小镇这么久 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肯定会帮我们 放心吧三哥,你很快就可以恢复的 这天,小五和三只正在逛街,天气非常炎热 三只,我怎么感觉头鹰眼花呢 可能是太热了,我们回家吧 忽然 我地神啊,小五你咋了 这么热的天你爬在地上一会儿走熟了 我得给糖蒜打电话 三只,有什么事吗 小五在大街上云到了,你快来吧 什么,我马上就到,麻烦你召看他一下 关键时刻,车居然没油了 系统,快帮我加点油 抱歉主人,我现在也没油 我现在就开始收集,需要一点时间,请稍等 好的,拜托你快一点 小五还在等我去救他 油加好了,可以出发了 谢谢系统,小五我来了 小五怎么样了 他银桿丝中树了 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谢谢你三只 我们到医院了小五,坚持住 比比东,你带我来这么高的地方干什么啊 当然是要把你扔下去啊 哈哈哈哈,臭兔子真是好骗啊 这下就没有人和千任学抢堂三了 樱花小镇也变成了我的天下 这是哪里啊,一个人都没有 我怎么回去啊 是谁赶来我的地盘,还在这哭哭啼啼 打扰我修炼,我要去收拾它 你是谁,居然赶来这里 你不知道这里是禁地 不允许樱花小镇的人踏入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樱花小镇的人 你快点离开这里 我是被一个叫比比东的坏人扔下来的 我的腿摔伤了,没办法走路了 什么,居然有这么坏的人 把你扔到一座孤岛上 明显就是要让你永远也回不去 我这个人最喜欢和坏人对着干 你放心,我一定把你送回去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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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今天是鬼新娘苏醒的日子 此时的樱花小镇也被红雾所笼罩 鬼新娘躺在棺木中睁开了双眼 大家都知道鬼新娘是很善良的 虽然她被别人害成这样 但是她却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 可是小镇的居民却不知道她的善良 都很害怕她不愿意和她做朋友 鬼新娘在这里生活得太孤独了 就想离开这里去投胎了 她想要重新做一个人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她就找到了天使 希望天使可以帮助她投胎 可是天使却告诉她 你想要投胎需要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朋友牵挂你 你才可以重返人间重新做人 可是鬼新娘根本就没有朋友 她只能到处去求别人和她做朋友 请问你们可以和我做朋友吗 是鬼 快跑 同学们 请问你们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大白天的鬼啊 快跑 我现在才知道大家有多讨厌我 真的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小朋友 你们愿意接受我和我做朋友吗 快走 我才不要和鬼新娘做朋友 我也是 我一点也不喜欢她 我也是 啊 我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说今天是鬼新娘苏醒的日子 此时的樱花小镇也被红雾所笼罩 鬼新娘躺在棺木中睁开了双眼 大家都知道鬼新娘是很善良的 虽然她被别人害成这样 但是她却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 可是小镇的居民却不知道她的善良 都很害怕她 不愿意和她做朋友 鬼新娘在这里生活得太孤独了 就想离开这里去投胎了 她想要重新做一个人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她就找到了天使 希望天使可以帮助她投胎 可是天使却告诉她 你想要投胎需要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朋友牵挂你 你才可以重返人间 重新做人 可是鬼新娘根本就没有朋友 她只能到处去求别人和她做朋友 请问你们可以和我做朋友吗 是鬼 快跑 同学们 请问你们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大白天到鬼啊 快跑 我现在才知道大家有多讨厌我 真的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小朋友 你们愿意接受我和我做朋友吗 快走 我才不要和鬼新娘做朋友 我也是 我一点也不喜欢她 原来大家这么讨厌我 连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都不给我 鬼新娘非常沮丧 心如死灰地走在路上 看来她是无法去投胎了 只能一个人孤独地在这个无情的世界游荡 走着走着撞到了一个女孩 对不起 不小心撞到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姐姐 你的声音真好听 你一定也是一个善良又美丽的人 我是鬼新娘 你不害怕我吗 我的眼睛看不见 只能听声音来判断一个人 我觉得你不可能是坏人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相信我的人了 我送你一个礼物吧 我居然能看见了 谢谢你 你的样子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善良又美丽 我这辈子是没有指望了 只能尽量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了 小姐姐 你不要这样想 我也有礼物想要送给你 我居然变成一个正常的女孩子了 小妹妹 你的这份礼物太珍贵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你不用感谢我 这是你的善良应得的回报 你看看我是谁 你是天使大人 鬼新娘 你以后可以做一个幸福快乐的普通人了 如果你喜欢鬼新娘 就请给她一颗小星星吧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小镇上来了一个松鼠怪 它一直在大街上游荡 并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 避免遇到松鼠怪 如果不小心遇到它 请扔出一个狗头吸引它的注意力 然后赶快逃跑 大家好 我说你这份感谢我 见得很真实 非常紧急 我是赶快逃跑 我是赶快逃跑 分不来 你们对人 定人 那根本 很明显 我 我已经六岁了 那就试试看吧 我要把你吸成小绿人 不要不要 松鼠怪你不要吸我的欧气 我也不想吸 可是我真的太饿了 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好了 你不要哭了 你跟我走吧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传说一到夜晚 樱花小镇就会出现一个小恶魔 它会在小镇的街道上 飞来飞去搞恶作剧 还会把小朋友的脚踏车骑走 然后随便丢掉 它会趁晚上没有人的时候 去玩滑滑梯和敲敲板 它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狗头 如果没有狗头吃 它就会大声啼哭 哭声会传遍整个小镇 把所有人都吵得无法入睡 如果它的妈妈听到了它的哭声 就会非常生气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又让我的宝贝儿子饿肚子了吗 气死我了 太抠门了 一点爱心都没有 怎么忍心看着这么可爱的小婴儿饿肚子 系统 快帮我看看是谁没有给我儿子吃狗头 主人 我查到了 是一个叫小巫童的小女孩 没有给这个小黑蛋 不 没有给小黑宝宝吃狗头 小巫童是吗 好的 我这就去找它算账 就是这里了 让我们进去看看 这个抠门的小巫童在干嘛 睡得可真香啊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现在饿得睡不着 都是因为你不给它吃狗头 越想越生气 我一定要惩罚你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不给我儿子吃狗头的下场 我看还有谁敢让我儿子饿肚子 快跑啊 怪物 快跑 咦 你们跑什么呢 救命 吸血鬼怎么来学校了 你不要追我呀 可爱的小朋友们 不要躲了 我看到你们了哟 我要喝红色饮料 快出来 我们的血不好喝 我们从出生就没有洗过澡 从里到外都是臭的 没关系 你们一定和臭豆腐一样 闻着臭吃着香 怎么办 看来它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们赶快一起想办法 小五 你给唐三打电话 让他来救我们吧 天真的朋友们 你们打不了电话的 这里已经被我屏蔽了 别说唐三了 唐五唐六 你们也联系不上 我不相信 我打打试试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真的打不通了 看来这个吸血鬼 还是有点厉害啊 那怎么办啊 我这么瘦 我可没多少血 让他吸 现在联系不上外面的人 我们只能想办法自救了 我听说吸血鬼最害怕狗头 我们可以用狗头攻击他 对 我们所有人一起发狗头 先把他的保护罩打碎 然后再联系三哥来对付他 来吧 让我们一起对他进行狗头攻击 小朋友果然是天真啊 你们尽管放马过来 我眨一下眼睛 我就不是吸血鬼王子 你们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一个个的是没吃饭吗 一点劲都没有 你们就准备好 为我献上红色饮料吧 我看是不会有人来救你们了 谁说没人来救他们 你唐三爷爷这不是来了吗 你就是唐三啊 小矮子 我捏你就像捏蚂蚁 吸血鬼你不要太嚣张 让你尝尝我海参唐三的厉害 梦谁吐了梦看 梦谁谁吐了梦谁看 大地瓜那么口地瓜 一块钱能买啥 低魂技 狗头拳 糟糕了 好汉不识眼前亏 唐三我肚子疼 我要回家上厕所 我们下次再切磋 小五没事了 你们都安全了 快出来吧 快进到一边 我还有人们 在这里 我先来别人 拥挤 小二 我先来 帮我 你 帮我 轻握 小在 那 没人 胆子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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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表演之后 我们出来找到一只绿色的小熊 然后和他跳一段舞 这个绿色小熊是猫管家最好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直接传送到阴阳寮 到到房子后面去 就可以看到躺在树下的猫管家 可怜的猫管家已经BBQ了 到底是谁害了猫管家呢 这天小乌童正在幼儿园和老师学跳舞 小五来到了幼儿园 小乌童过来 我接你回家 小乌童妈妈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不是一个小时之前刚把小乌童送过来吗 怎么了 我的孩子我想送就送 想接就接 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我家里有事 现在就要把他接走 那好吧 就让小乌童跟你回去吧 妈妈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兔耳朵呢 兔耳朵太丑了 我不想要了 妈妈 可以给我买一座棉花糖吗 吃吃吃 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妈妈 我们现在是要回家吗 你闭嘴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妈妈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凶 你再多话 我就打你了 小乌童妈妈 今天好奇怪啊 她平时很温柔 很讲道理的 今天是怎么了 妈妈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为什么还把我放在 这个奇怪的东西里面 不要乱叫妈妈 谁是你的妈妈 你睁大眼睛 看看我是谁 千人雪 你把我骗到这里来干什么 因为我讨厌你 为什么大家都只喜欢你 不喜欢我 你长得这么难看 而我这么漂亮 却没有人跟我玩 只要你从樱花小镇上消失了 大家就会喜欢我了 可是大家不喜欢你 是因为你坏 不是因为我 我不管 我就要你消失 你不怕大家给你扔狗头吗 我就知道你会拿狗头来威胁我 我告诉你 我已经把他们的手机封印了 他们现在根本就发不出狗头 不相信就是事 小梧桐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 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嗨像 听啊 这下壳怎么办呀 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在这里 谁能来救救我呀 传说 每到月圆之夜 如果天上的月亮变成了红色 在游乐场的摩天轮那里 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精灵 只有非常幸运的人才能够看到她 他会在小镇的大街小巷巡逻,惩罚坏人,保护好人 如果你看到了他,请不要害怕,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这个时候你只要给他一枚许愿币,他就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小二狗,今天的月亮变红了,我们去摩天轮那里找红色精灵吧 好的,我有一个心愿希望红色精灵可以帮我实现 咦,你看那边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姐姐,会不会就是红色精灵呢 我们过去看一看吧 你好,请问你是帮人们实现愿望的红色精灵吗 对啊,就是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了,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实现愿望呀 红色精灵姐姐,我们都带了许愿币,可以帮助我们吗 当然可以,只要把许愿币交给我,我就可以满足你们每人一个愿望 好了,说一说你们各自的愿望吧 小朋友们,你们的愿望实现了 爸爸,你站起来了,你的病好了,你终于恢复了健康 多亏了小二狗找到红色精灵,帮我恢复健康 以后爸爸每天都可以陪你来游乐园了 小美丽,妈妈回来了,妈妈以后都不走了,每天都在家里陪你好不好 太好了,我好想妈妈呀,我最爱妈妈了 你们的愿望都实现了,我这次的使命也完成了 希望你们以后每天都可以幸福快乐 我走了,再见 谢谢红色精灵 下一位幸运的小朋友会是谁呢